你好,我是Clement 猴豆疫情自去年在欧美爆发后 并引起世界各地的高度关注 随着泰国疾病控制部公布数据 泰国今年已经发现217名猴豆患者后 我国今年也通报两种确诊病例 因此这一集的专题报导 就带大家了解猴豆其他症状 以及卫生部建议的预防措施 猴豆病毒可以通过两种法式传播 那就是直接接触受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或者皮肤 甚至使用受感染的野生动物 至于第二个方式就是人际传播 主要通过密切的身体接触传播 一旦人类不幸被猴豆病毒感染后 前夫妻大约介于5天到21天 感染者最初症状会出现发烧、疲倦、头疼 帮球疹、背部或者关节疼痛、肌肉抽筋以及领巴结肿 当中帮球疹通常从面部开始 并会逐步扩散到手掌和脚底 再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尽管感染者通常无需任何特殊治疗 可以自行痊愈 但猴豆可能引发并发症 包括失明 甚至极少数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死亡 卫生部劝请所有到访 有猴豆病例的国家的旅客 回国后的21天 持续观察个人健康状况 如果不幸出现猴豆症状 应该要马上就医 此外民众必须要避免 与一次有猴豆疲疹的人发生密切接触 并且要保持高度的个人卫生 提高免疫力 谢谢收看 我是Clement 更多的新闻资讯报导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